我们更是有一个属灵的家 祝祢还为我们预备了那天上的一座城 那美丽的家乡 祢告诉我们 主啊将来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凡兴奋以名的人 将来都要在那天上聚集 所以我们在地上虽然经历身体 主啊肉体的衰残 主啊我们虽然经历许多的苦痛 但祢应许我们将来那天上的城 主啊使我们不再有眼泪 使我们不再有伤痛 使我们在里面不再有死亡 主啊一切的伤痕 一切的痛苦 在那里面都要得着抚慰 所以主我们感谢祢 真的是帮助我们这群 在地上奔跑天路的人 主啊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有这样一个永恒美丽的盼望 我们将今天正道的时间 仰望在祢的手中 求祢来保守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正道的信息题目是 天路可同路人 或许当你来读诗篇133篇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看不出来哪里有同路人 天路可的一个味道 但是呢当我自己看诗篇133篇的时候 特别是当我看到第一节说 看哪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上 何等的美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了 将来我们在天上的那个聚集 我们将来在天上同住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一幅什么美丽的景上 但是现今我们还没有到天上 我们还没有到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那座城的时候呢 我们还在地上什么 奔跑天路 所以如果你去参加我们基督徒的安息礼拜 或者是就是杀你 如果你去参加杀你的话 那有机会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 我们常常在山里的时候唱这首歌 这世界非我家 我无一定住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虽然我们都渴望在这个地上有一个自己的家 对吗 我们今天拼搏 我们努力赚钱 为的是在地上有一个什么 自己的家 能够在这个家中我们欢喜快乐 直到我们死的那一天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我们在地上都是一群什么 寄居的人 那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在天上 今天在教会的生活 是操练将来在天上 那个家里面的生活 所以当然我们今天来问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教会 何必上教会 那这是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杨斐利 那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编辑 那后来他就也写了很多关于基督教的书籍 那他自己在信主之后呢 他有很多的挣扎 就是关于要不要上教会的一个挣扎 那为什么 关于要不要上教会有这样的挣扎呢 因为对于有一些人来说 上教会非常的苦 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觉得是不是很苦 因为你会发现说 对于有一些人来说 今天到教会来 是一种束缚 是一种什么 瑕疵 今天到教会来 要听一个人在这讲台上 讲上那么五十分钟至少 那拖的时候 要拖个一个小时多的时间 所以越大越痛苦 特别是我们当时有一些弟兄姐妹 今天只是为了打卡来教会的话 他更痛苦 为什么 因为实在是要来忍受这样的一段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对吗 因为你从头到尾 你都在什么 都在忍受 所以对于有一些基督徒来说 他觉得上教会非常的苦 那当然也有一些的基督徒 对于他来说 他觉得没有必要上教会 他觉得今天信耶稣 跟上教会是两回事 今天信耶稣是什么 信仰的事情 上教会是这种什么 好像是一种礼仪的事情 他觉得我今天得救 不关乎我上不上教会 我今天得救 只在乎我信耶稣就够了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觉得他自己一个人 也很开心 也很舒服 他只要知道 我今天有信信耶稣就好了 所以他觉得我不必要上教会 那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他是什么样子的 他是那种 很恐怖 很追求的 他觉得他去过的每一间教会 不能够让他得着满足 他觉得我在这个教会当中 得不上满足 这个教会的牧者 牧养不到我的生命了 所以他就觉得 我也没必要再上什么教会 那他可能会一直不停的来换教会 但是当他一直找找不到 适合自己 他觉得我能够得着的一个教会的时候 他也会什么 离开教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这个人叫做杨斐利 写这本书的人 他自己从信主到后来他坚定的告诉他 坚定的相信说今天来到教会是一种福气的时候 这中间其实他经历了许多年的挣扎 那他是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不单是有他自己的心路历程 他也去采访了很多的什么 弟兄姐妹 基督徒 去询问他们关于上教会的 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对于他们来说 上教会 那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那在他在挣扎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直没有停止聚会 他没有停止上教会 虽然他也真的是问自己 我为什么要上教会 他觉得他去的那些教会牧养不到他 但是他告诉他自己 因为圣经告诉他 不可停止聚会 所以他每一个礼拜 都不断的提醒他自己 我今天要去聚会 那么到后来 他真的是明白了 上帝在教会当中 的心意是什么 上帝为何要设立教会之后 他完全的降服了 他真知道 上帝所为我们设立的教会 原来是为了让我们在当中什么 门服务 所以后来在他书的后面 他就引用了一个人说的话 那这个人叫做Bauer 那他引用Bauer的话 那这个人 是想另外一个人说的话 这个Bauer对比尔说 他说什么 他说教会是一艘又破又旧的大船 教会是一艘破旧的大船 所以为什么他觉得说 教会是一艘破旧的大船呢 因为他觉得说 这艘教会会孜孜坐下 会前后摇摆颠簸摇化 意思是说教会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今天来到教会 看到教会有很多的问题 这么正常 很正常的 因为今天教会是充满我们这些的人 所以每个教会都是有问题的 只有有的教会可能问题小一点 有的教会问题什么 大一点 所以对于这个人来说 他说教会是一艘什么 破旧的大船 有太多的问题了 那问题大到一个地步 他说难能 幻动的难能想要什么 想吐 所以意思是说 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上教会 今天再教会是一件难能什么 难受的事情 但是呢 他告诉我们 虽然这是一艘又破又旧的船 虽然他难能难受的想吐 但是他有一天能够安然的抵达目的地 过去如此 以后仍会如此 直到世界的末了 然后问题的关键在最后这句话 无论你是否在船上 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 今天如果你不在这艘大船上的话 可能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你仍然在原地 所以这艘船要带领我们去的目的地 是什么地方 就是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那座城 就是将来在那天上的城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教会是神在世上 所设立的一个标记 这个书上说的 他说每个教会都代表了上帝的应许 他会发出微生的盼望 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 能够找到这个什么 永恒的盼望 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成为了基督徒之后 我们开始奔跑天路 我们以为 可能很多人以为 我在地上有了一个家 我用金钱买了一栋房子 这个房子就成为了我的家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刚刚那首诗歌说了 我们在世上是无一定住处的 有一天这个家可能会失去 有一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的肉体死了之后 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你 那今天我们肉体死了之后 我们将来这个灵魂的归处 到底在哪里 你有为自己预备将来的归处吗 所以今天凡是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将来的归处在哪里 在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 那座天上的城 所以我们在地上 所有的人都是寄居的 都是客旅 那么今天作为寄居 作为客旅 好 想想我们去旅游 你出去旅游的时候 虽然你有落脚的hotel 但是有一天你是不是要回家 你有一天总是要回家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是客旅 我们今天好像在世上旅游一遍 但是有一天 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回到哪里 要回到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 那天上 那更美的那个家乡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上教会 今天所有在地上的天路口 我们要来到教会当中 因为在这个教会当中 这个教会能够将来帮助我们安然的抵达目的地 因为在这个教会当中 有什么 有一群的同路人 他们要跟我们一同结伴同行 奔跑这条天路 那当我们今天来看诗篇133篇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好 这个诗篇的诗人 让我们看到了一幅非常美丽的景象 它让我们看到的美丽的景象就是什么 就是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上何等的美 好 所以 我们弟兄姐妹 你看看周围 你觉得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有什么美的地方 有什么善的地方吗 看不出来对不对 好 如果特别是 敬带敬拜的姐妹 当他们站在台上的时候 他们在带领敬拜 我们台下的人 是什么 一片木瓜蛮蓝 好 没有表情 甚至是有的人什么 在那边翻白页 你觉得美在哪里 善在哪里 最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这个诗人 他看到一群的弟兄姐妹 和睦同居 何等的上何等的美 说明发生了一些美丽的事情 对不对 不是所有人聚集在一起 他一定是美的 一定是善的 当我们这些天路客 我们这些弟兄姐妹 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怎么样子才能能 才能够让别人 看到我们的时候 然后这些路人 看到我们说 哇 你看这些人 坐在一起 何等能上何等能美 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 当 好 诗篇133篇 写成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他有一个小标题 好 大家会看到 这边写的是 大卫善行之诗 那我们从这个小标题呢 我们要去查考 首先要去查考 他的背景 所以去查考一下 到底诗人当初 看到了什么 什么样的景象 让他发出这样的一个惊叹 哦 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是这么的美 这么的善 所以大卫的善行之诗 那这里有两个可能的背景 那第一个的可能背景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 这个 他的作者 如果是大卫的话 如果这一篇诗篇的作者是大卫 因为他写的大卫的诗 对不对 但是他不一定是大卫的诗 好的 第一个我们首先说 如果他的作者是大卫的话 那他可能的背景是什么 因为当大卫做上以色列军王的时候呢 是他在西伯仁做完七年零六个月之后 他才真正的什么 才真正的是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归顺于他 但他在前面的七年半的时间 他只在西伯仁做犹大的丸 好 那我们要知道首先一些 好 一些很基本的背景 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 所以以色列的第一个军王是谁 是扫罗 当扫罗做军王之后 那扫罗死了之后 谁做完 他的儿子伊斯波社 那但是呢 在扫罗做完期间 扫罗做了一些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那上帝告诉扫罗说 我厌弃你做完 我要学一个和我心意的人 继承你做这个以色列的军王 那那个人是谁 是大卫 所以扫罗知不知道 扫罗知道了 所以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 所以大卫在逃亡之后呢 然后扫罗一直不断的追杀 那到后来 因为扫罗去参加一场战争 在这场战争当中 扫罗就死在这个什么 战场之上 当扫罗死了之后呢 那剩下的十个支派 除了犹大跟西缅支派以外的 十个支派的人 就拥立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社做完 那剩下的犹大支派跟西缅支派 他们就拥立什么 大卫做完 为什么要用力大卫做完 因为大卫是犹大支派的人 我们的人啊 是不是 所以导致以色列好像有一点点的 就好像当时那个时候的一个分裂的景况 所以大卫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做完七年零六个月的时间 那七年零六个月时间 那这当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那这十个支派拥立的这个王伊斯波社不讨人的什么 不讨众人的喜欢 百姓不喜欢他 那后来他国家当中的那个大将军 就使他这个什么王位丢失了 那他这个十个支派的百姓就开始拥立 也来什么 也来拥立大卫做完 就来归顺于大卫 所以因此 整个国家才真正再次什么 统一起来 所以当大卫 统一了这个以色列之后 当十二个支派的人都归顺大卫之后呢 那大卫就做一件事情 大卫做什么事情 大卫就开始寻找约会 那什么是约会 在旧约时代 以色列人要去敬拜神 他们去哪里敬拜神 到会幕 约会的面前敬拜神 所以约会放在会幕当中 那他们要到会幕的面前 来到会幕的地方 来敬拜神的 所以约会在旧约时代代表上帝的同仓 那我们今天没有约会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不需要有约会 所以当大卫做完之后 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寻找约会 因为约会那个时候 已经失踪了七十年的时间 所以他找啊找的 然后找到约会之后呢 他把约会引到了当时 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 那他就把约会放在耶路撒冷 那放到耶路撒冷之后 弟兄姐妹知道 要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 因为上帝规定以色列人 每一年三次要来到约会 要来到神的居所来朝见神 逾越节 五旬节 跟祝盆节 所以很大的一个可能性 如果这首诗是大卫的著作的话 那就是大卫他在十二个支派统一之后 约会赢到了耶路撒冷 那赢来了一个什么 其中的一个节期 在这个节期当中 十二个支派的弟兄姐妹 他们从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支派 来到耶路撒冷 来等候节期的到来 来敬拜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曾经经历了多么长的时间里面 以色列是分裂的 弟兄姐妹是没有和睦的 好 支派跟支派这些是敌对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这十二个支派的人 竟然齐聚在一个地方 在那边等候敬拜神 所以这些人来到以色列的时候 有那么多的旅店 旅馆能够供他们居住吗 没有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就在那边什么 支大展盆 就在会幕面前支大展盆 那这些人齐聚在一起 在这当中你就发现大卫看到的是什么 没有争吵 只有和睦 所以当他看到这些人 竟然能够和睦相处 能够和睦同居 所以他才发出这样的一个惊叹 我看啊 弟兄姐妹 和睦同居是何等的上何等的美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他经历过什么 没有和睦的时候 他经历过争吵 争战的时候 当这一刻他看到了一片和睦的景象 所以他心里面很什么 很欣慰 他心里面很惊叹 我真的是今天 唯有来到上帝的面前 才能够有什么 这样的和睦 所以这是可能的一个背景 那另外一个可能的背景呢 他不是大卫的诗 他是被掳归归回时期的著作 那今天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呢 因为圣经里面 当我们看到大卫的诗这几个字的时候 讲到大卫的 他不一定是大卫这个本人写的 他的意思呢可能是什么 他可能是献给大卫的意思 他也有可能是为大卫做的诗的意思 也有可能是有关大卫的诗 也有可能是属于大卫的诗 由大卫所作的诗 那大卫呢有的时候呢 他在诗篇当中可以代表的是 大卫本身这个人名 他也可以代表的是什么 整个环室的称号 因为大卫是什么 大卫是君王嘛 所以这首诗篇第二个可能的背景 是有人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然后把它献给谁 把它献给大卫的 所以他要把它献给一个环室 献给这个什么 以色列环室 所以把这首诗献上 为什么要把这首诗献上 给以色列的环室呢 为什么要给这个环室 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那如果他是被鲁归回时期的著作的话 可能的背景是什么 好就是当时我们要知道 以色列人被鲁之后呢 好国家就开始什么 欢凉 那最欢凉的地方 最难人心痛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圣殿 因为圣殿被毁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殿被毁了 没有了圣殿 然后城墙也被人什么 粉烧 当第一批的以色列人 归回到耶路撒冷 要去重建圣殿 那第二批的人 也回去什么 在当中来开始 重建以色列的这些百姓 颁布律法 那第三批的人 所以他们有好多批的人 不停的什么 不断的要回归耶路撒冷 去重建以色列 那第三批的人是谁 是尼西米 所以尼西米带领第三批的人 回归耶路撒冷 重建什么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因为他在 那个波斯的晚宫的时候呢 他听到以色列 他听到以色列 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 被人烧毁 这个以色列人 不断的被人什么 清脑的时候 他心里面非常的散痛 他虽然不在以色列出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像我们今天的这些 我们今天这些弟兄姐妹 在美国生的孩子一样 这个尼西米 他是在波斯出生的 但是他是一个什么 犹太人 所以他一听到 当时他的国家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他很心痛 所以他定义要回到耶路撒冷 去帮助他的同胞 帮助他的百姓 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 就帮助百姓 重建什么 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他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有一个目的 是盼望 这些回归的百姓 能够陆续的 搬回到耶路撒冷城居住 为什么要搬回到 耶路撒冷城居住呢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耶路撒冷是什么 是圣城 是上帝的居所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路撒冷城 有圣殿的存在 有约会的存在 所以今天要回到 耶路撒冷来居住 那这个耶路撒冷能够什么 复兴起来 那神的家能够复兴起来 但是很可惜 当尼西米搬助 跟百姓一起来 重建完这个 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他说城市广大 明确稀少 城非常的大 但是没有多少人 愿意搬到 耶路撒冷来居住 刚才说 不是上帝的居所吗 不应当是荣耀的所在吗 为什么没有人 愿意回来呢 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墙 虽然重建了 耶路撒冷城内的 房屋圈那是什么 破旧的 弟兄姐妹 想想 七十年没有人居住 七十年没有人居住 你有没有回过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人 有没有回过 有没有去过有一些地方 那些房子 十几二十年没有人居住的房子 你就知道那个房子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可能已经什么 发霉的 可能很多的东西都开始什么 腐烂掉的 所以耶路撒冷 当中有很多的房屋 之前什么 七十年没有人居住 那 所以这个房子已经荒凉 但第一批第二批回归的人 他们看到房子这么荒凉 那我就不住了 所以到了第三批回来的人 也是什么 不愿意居住 这么荒凉 我今天要花多少的钱 去重建这些的房子呢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来到什么 耶路撒冷 所以耶路撒冷 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居住 使他显得更加的什么 更加的荒凉 那怎么办呢 所以后来 尼辛比跟这些百姓的首领 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强制性要求一些人 住在耶路撒冷 那怎么 怎么强制性要求一些人 住在耶路撒冷 他们就拿十个人来抽签 每十个人 十个人抽签 那十个人当中抽签 九个人 你随便去哪里居住 没问题 那抽中的那个人 你就一定要来到什么 耶路撒冷来居住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使耶路撒冷城被人充满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这些人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在尼辛比纪十一章第二节说 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 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我想到的是 这些人真的是甘心乐意的吗 可能不甘心乐意 但是在百姓的眼中 当这些人被抽中的人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在百姓 这些百姓要祝福他们 告诉他们 你今天凡甘心乐意来的人 你是有祝福的 所以 诗篇 尼辛比纪十一章第二节很像 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的序言 就是我们说的引言 前言部分 所以当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之后 那祝福的内容是什么 看哪 弟兄 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上 何等的美 那就像高油胶在亚伦的头上 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巾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所以明白吗 所以他第二个可能性是这一个 那今天为什么要讲他的背景呢 因为我们今天要知道 为什么在世人的眼中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使他发出这样的惊叹 把这些人在一起 这么的傻 这么的美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当我们再来看诗篇 133篇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的小标题说 这是一首什么诗 杀行之诗 那到底什么是杀行之诗呢 所以我今天要说的是 无论他的背景是什么 无论是大卫的著作也好 还是说是被掳归归回时期的著作也好 那当诗篇被收集起来之后 把这首诗定为杀行之诗的时候 那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以色列人 这些被罗归回的以色列人 他们每一次回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 当他们上行 从耶路撒冷的三角下上行 到圣殿的那个过程当中 他们要唱什么 他们要唱这些上行之诗 那诗篇120篇到诗篇134篇 这15首的诗篇 都被称之为上行之诗 所以他们每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 要从120篇开始唱 一直唱一直唱 唱到哪里 唱到134篇 所以他们一直不停的唱的时候 他回忆过去70年被罗的时期里面 他们所遭遇的患难 他们国破家亡 他们所有的这些经历 那么他们曾经 辛辛烈烈 可想要回到耶路撒冷朝见神 却没有办法回去 因为不是自由之身 但是今天他们什么 今天能够踏在上帝的圣所 上帝的居所 今天能够去朝见神 是一件何等美善的事情 是一件何等感恩的事情 所以当他们在行走的时候 路上的疲乏就能够被什么 被除去 所以很多的时候 当你疲乏的时候 你就发现唱诗歌是很有什么 很有帮助的 那你能够经历再次的被分配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诗篇133篇被定为上行之时 就告诉你 这是一篇什么 这是一篇朝圣的时候 要来唱的诗篇 那今天朝圣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景象 什么景象 弟兄姐妹和睦同居 这些朝圣的人 乃至12个不同的支派 朝圣的人来自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背景 但是当他们今天 依着同一个目的 同一个目标 来到耶路撒冷朝见神的时候 在这当中不会有争吵 在这当中不会有任何的纷争嫉妒 在这当中只有什么 只有和睦 所以当世人 为什么他们把这首诗篇放成是 把它定为是上行之时 因为他要让你看到 今天我们这群人 来到上帝的面前 应当是要有什么 应当是要有和睦的 而且来到上帝的面前 一定会有和睦的 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今天有合一的关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这些还在地上的人 我们还在神的教 我们今天还在地上 我们还在奔跑天路的过程当中 你要常常可睦这样的具体 因为在这一个团体当中 你能够有一群与你什么 同行的人 那当世人说 看啊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上何等的美 那我现在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你会看到我们的和睦本翻译是 弟兄和睦同居 那如果我们看原文的翻译 原文直译 如果我们今天把原文直接翻译的话 是没有和睦的 大家没有看到 看第二句 弟兄同居是何等的上何等的美 然后呢 女正中一本是 弟兄们一团和气的居住着 然后呢 新一本是弟兄和睦共处 你会发现 原文圣经没有和睦两个字 就是西伯来文它没有和睦两个字 那我们所有的中文翻译本 都有和睦这两个字 要不然就是跟和睦什么 相同意思的字在里面 那为什么会如此呢 所以这节经文 原本没有和睦这两个字 这节经文原文的意思就是 弟兄齐聚在一起 何等的上何等的美 那我刚说过了对不对 但一群人聚在一起 不一定美不一定杀 一群人聚在一起不一定是好事 一群人聚在一起 有没有可能是在打架 一群人聚在一起 有没有可能是没有和睦 是有可能的 但一群人聚在一起 什么时候他不美不杀呢 就是他没有和睦的时候 所以我们中国人 好我觉得很有智慧 他觉得今天能够美能够杀 一定是当中什么 和睦共处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 家和万事兴 所以一个家如果是和睦的 你就发现 众人会不会很羡慕 你们的这个家庭 非常羡慕 如果你家婆媳关系和睦 夫妻关系和睦 这个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和睦 你们兄弟姐妹关系的和睦 我相信你这个 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 你身边所有的这些人看到 真的是要羡慕你的家 你的家好像有祝福一样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什么是美什么是善 一群人聚在一起 一定是有和睦才会什么 才会美才会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齐聚在一起的时候 和睦是非常重要的 那世人他接下来呢 用两个比喻来说明 这个弟兄姐妹和睦同居 有美善 到底美在哪里 到底善在哪里 他到底有多么的美好 所以你会发现这首诗篇 这首诗你就发现 他其实在这里 他其实他主要的这句话 就是第一节 他的主题 就是弟兄和睦同居 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那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为什么美 为什么善 他告诉你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 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那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好比什么呢 他说好比那贵重的油 浇在亚伦的头上 又好比那黑门的干物 降在黑门山 所以你明白 他有一个主题 然后一个结论 然后中间那个比喻是什么 告诉你 美在哪里 善在哪里 这个比喻告诉你 上帝的福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首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那诗篇这里的作者讲到说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今天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在一起 他说有什么 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今天我想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永远的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 我说过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 对不对 没有人说我不会死的 绝对没有可能 将来有一些 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肉体都要死 我们的呼吸都要停死的 那今天我们教会里面 常常说 我们今天信耶稣得永生 常常听到这句话 对不对 那信耶稣得永生 永生在哪里啊 既然得永生 为什么还要死呢 所以 清楚这句话 我们来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有永远的生命 他就告诉你 今天弟兄姐妹 齐聚在一起 在这个地方 来敬拜神 朝见神的人 有永恒的生命 这是上帝的祝福 这个永恒的生命 到底是指什么 那如果我们看 约翰福音 第20章31节 告诉我们 今天你信耶稣是基督 就能够因他的名 得生命 这个就是什么 永生 什么叫做信耶稣 是基督 就能够得生命 这个就是永生 那这个永生 是谁的生命 耶稣的生命 因为你会发现 当耶稣基督 道成荣生来到地上 有没有死了 耶稣死了 对不对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 但是耶稣被钉死 十字架上之后 三天他从什么地方复活 圣经告诉我们 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耶稣又死里复活 告诉我们 他的生命是永恒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今天凡信耶稣的人 我们要得谁的生命 我们要得耶稣的生命 所以他的生命是永恒的 他死了能够复活 今天凡信耶稣的人 你死了之后 上帝告诉你 你家哪也要什么 也要复活 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什么 复活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 有没有那个永恒的生命了 有了 因为你已经信耶稣的人 有了什么生命 有了耶稣的生命 所以在约翰一书 第五章十二到十三节 告诉我们 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 谁的生命 有耶稣的生命 那耶稣的生命 虽然会经历 肉体的死亡 但是将来会什么 复活得永生 所以耶稣说过一句话 他说那死人 去埋葬 他们的死人吧 什么意思 死人怎么去埋葬 他的死人 所以今天要很清楚 知道一件事情 在神的眼中 在上帝的眼中 凡是没有信耶稣的人 今天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 在上帝的眼中像什么 死人 所以你说 这个上帝好在咒诅人 上帝不是在咒诅你 上帝是要告诉你一个事实 今天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 在上帝的眼中 是一个死人 所以那死人 去埋葬他们的死人 第二个死人是真的死人了 是真的已经露体什么 死亡的人 那第一个死人 为什么我们说他是死人 因为他的灵是死的 因为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 你的灵还没有苏醒 所以今天凡是 信了耶稣的人 你在神的眼中 你是一个什么人 你是一个活人 所以你说 明明我还会吃饭 我还会唱歌 我还会做各样的事情 我还会赚钱 为什么今天在神的眼中 是死人 因为你没有灵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聚集在神的面前 来朝见神的人 今天真的是愿意什么 这样子渴慕来到 圣灵面前的人 上帝说他给你的祝福 是那永恒的生命 那接下来我们说过 他用两个比喻 来比喻这个福 对不对 那第一个福呢 他说好比那贵重的 有交在一个人的头上 这个人叫什么 他说叫亚伦 亚伦是谁 亚伦是以色列的 第一个大祭司 那这个场景呢 就是亚伦被高丽时候的一个场景 当然我们凭想象化出来的 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当以色列人与上帝立约之后 上帝告诉摩西 他说你们要来制造一种贵重的油 那这个贵重的油 贵重到什么地步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要有12斤的魔药 那个6斤的餐谱 等等贵皮等等的 这些上品的香料 加上多少的那个橄榄油 制成一瓶 制成一个什么 贵重的油 那这个油为什么贵重 因为所有的这些上品的香料 都是进口的 所有的这些 无论是木药也好 仓谱也好 贵皮也好 所有来制作这个香料的是什么 是从各个不同的国家 像印度啊 当时他们的那个叙利亚等等 这些周围的国家什么 他们最上品的香料 所以是用这些香料 来制成这个什么 这个贵重的油 那这个贵重的油 不能够用作其他的用途 只除了做什么事情 在圣殿里面 除了高丽祭司以外 就是擦圣索的这些什么 这些器皿 上帝说你不能够用在其他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用在其他的地方 你就干放神 因为这个油已经被什么 分别为圣 所以今天如果你用这个油 拿去点灯的话 不得了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人要死的 如果你今天用这个油 拿去擦你的身体的话 那你更糟糕了 你并不会因为这样的方式 而变成一个圣洁的人 因为上帝说 这是分别为圣归给我的 有他特殊的用途 世人不能够用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然在这里 为什么世人要用哑人 一个大祭司被高丽的一个景象 那你告诉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呢 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 我们人都会死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人都会死 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因为说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所以今天每一个犯罪的人 我们将来都要死 你说我好像没有犯罪 我想说的是你将来会不会死 你会死的人你一定犯罪了 所以明白我的一个意思吗 今天罪的公价乃是死 今天我们这些罪人 本来结局都是死亡 好 永远的死亡 但是上帝有恩典 对不对 上帝的恩典是什么 为我们设立了一个中宝 这个中宝就是大祭司 所以当大祭司被高丽之后呢 他要做什么事情 他要为你的罪来献祭 他要为你的罪 把你的礼物 带到上帝的面前 为你带到使你的罪能够被什么 被洁净 那动物替你死 你就不需要死了 上帝悦纳了你所献上的这个祭物的血 你就不需要再流血 所以当这里告诉我们 这个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一件 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幅图画 好 虽然如果你看到现场的话可能不美 因为你看一下 好这个油过分到一个地步 像一整盆什么 倾倒下来 任何一个人被一整盆的油 倾倒下来都不会美 对不对 但是他要告诉你 他美在什么地方 因为他要告诉你 这么贵重的油 上帝在这个 在这个诗篇的景象当中 好像他浪费到一个地步 为什么要这么浪费 他告诉你 这个油从亚伦的头上滴 滴到胡须 滴到他的衣襟 他要告诉你 今天不当亚伦门服了 百姓们 你们也门服了 所以这个服不是只是停留在亚伦自己的身上 这个油一直不停的流 要流到谁的身上 要流到所有百姓的身上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当大祭司亚伦被高丽之后 他成为大祭司 才能够进到圣所 为我们来献祭 他是有福的人 那我们更有福了 因为什么 我们有了一个尊宝 那我们更感谢神 今天在新约时代 耶稣基督亲自做我们的什么 做我们的尊宝 给我们带来那个永恒的生命 所以你明白这中间的观念吗 那第二个他用的比喻是讲到什么 他第二个用的比喻是讲到黑门山的甘露 他讲到说今天弟兄姐妹 和睦同去何等的上 何等的美 在这里有夜话所命令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好比那黑门山的甘露 降在西安山 什么意思 因为黑门山是以色列最高的山 是整个巴尔斯坦地最高的山峰 这里告诉我们海拔有2814米 那这一个黑门山呢 他也是好 他坐落在许多国的交界处 就是说他在 哦 黎巴勒 叙利亚 好 黎巴勒叙利亚 还有以色列 就是在整个巴勒斯坦 很多的国家的什么交界处 所以他可能 好 东南西北都什么交界不同的国家 好 那 对于以色列来说呢 黑门山 非常的重要 好 大家会看到这个图片里面 你看到黑门山就是 残年 就是有雪的那个部分 就是什么 黑门山的最高峰 那黑门山是残年积雪的 好 他残年积雪 那残年积雪 对以色列为什么非常的重要呢 那接下来看这张图了 这张图是我拍的 我当时去以色列的时候 我去了黑门山的时候 然后 我在黑门山半山腰拍的 所以你看半山腰 他都已经有什么 已经有很厚的雪了 那个时候 其实你去以色列 你不需要穿很厚的衣服的 所以我都没有带很厚的衣服 当时我上这个山的时候 哇 好冷了 因为 好 当时二月份的时候 很多人就告诉我 你只要带T恤就好了 好 最多就带一个夹克山 好 我没想到有一天 我要去黑门山 所以当我到上面的时候 我拍了这样的 一个图片 所以那你看到 下面那个旷野地 是什么 以色列的南部 以色列 北部 有山 它的南部 全部都是这样的旷野地 那很多的人 怎么居住 很多的那些牧羊人 在这个旷野居住 他们牧羊就在这种的地方 牧羊 然后他们就在这个地方 什么 搭帐篷 那旷野 我们会看到 这个图片里面 没有任何的专家 农作物 对不对 但是呢 其实 虽然南部是旷野 荒漠地带 它还是有很多的 农作物的 那这些农作物 靠什么存活呢 以色列 这个国家 从四月份 到他们的十月份 不下雨的 是几乎不下雨的 如果有下雨 好 这是天象奇迹 你知道吗 四月到十月份 几乎是不下雨的 非常的炎热 那特别是这个北 这个南部的地方 好 最高温能够达到46度 好 非常的热 好 所以 我们今天用天气预报 来看是46度 当然如果你站在这个地方 那你的体温绝对 体温感绝对不只是46度 所以它非常的炎热 那四月份到十月份 不下雨 好 他们只有什么 春雨跟秋雨 两个季节 有一点点的雨 它不是很经常下雨的 那对于他们来说 那他们的农作物怎么办呢 所以我刚刚说过了 黑门山对于 以色列人很重要 是为什么 因为黑门山 残年积雪 那当他们 当这个春夏跟秋冬 交替的这个 交替的季节的时候 这个黑门山的雪 要融化 这个融化之后 它的水流到哪里去 流到以色列的约旦河 所以它会途经什么 经过约旦河 那最后会流入到什么 死海 所以流到死海 它不会再流出去了 所以你明白吗 它不会说 循环的 还会再回到那个约旦河 所以要有一个 有一个水源 要不停的去供应什么 约旦河的水 所以约旦河 能够让以色列的农作物 得到什么 得到灌岗 所以非常重要 这个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 他说 今天 我们在这当中 好 这些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 好 这个有浮到一个地步 像一个什么 像黑门山的甘露 降在西安山 他讲的是这样的一个场面 所以是告诉你 当黑门山 这个分配的雨露 能够滋润什么 以色列 以色列的百姓 因为黑门山的滋润 他们 因为黑门山的甘露 他们得着什么 得着丰富的供应 使他们的农作物 能够成长茂盛 好 所以虽然以色列 很干旱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们的轮座物是什么 真的是非常的茂盛 他们的轮座物 也非常的什么 非常的好 所以他们是一个 以轮座物发达的一个国家 所以如果你去以色列 吃他们的那个水果 非常的甜 好 因为 一个是因为他们干旱 另外一个是因为什么 有这个 这个 这个干露的滋润 他们还是有足够的水源的 所以 当 诗人用这样的一个景象 来描绘的时候 是告诉你 今天我们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什么 能够得着滋润 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滋润 信我们今天什么 有从上头而来的福 滋润我们的生命 就好像这个黑门山 化学之后 这个黑门山的干露 能够滋润以色列全地一样 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 上帝也要这样的什么 来滋润我们的生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的这个生命 常常会枯萎 你发现今天你一旦远离了教会 你一旦远离了这个群体 你的生命绝对开始什么 走下坡 所以渐渐的如果今天没有人鼓励你 如果没有人来勉励你 邀请你来教会的话 可能有一段时间你就再也什么 不会再来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聚集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能够使我们今天得着上帝什么 得着那个生命的那个滋润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弟兄姐妹和睦同居 有多么好 我们有没有看见 原来弟兄姐妹和睦同居 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聚集 来朝见他的时候 上帝说我要赐给你们什么福 我所命定的福 就是那个永远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是要得着永远的生命的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使我们脱离那个死人的状态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要让上帝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什么 被滋润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丰盛 所以一定要有聚集 如果没有聚集 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家中 我们这些聚集的人 我刚才说过了对不对 我们还是在地上只是一群什么 天路壳而已 我们还是只是寄居的 今天来到教会当中 教会还是只是一个什么 属灵的家 还不是将来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 因为今天教会我们说过了 还是有什么 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他是将来天上的那个地方 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 不会有问题的 为什么不会有问题 因为你跟我 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了 现在我们还不完全吗 现在我们还是有很多问题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我们这一生都在对付 我们身上的那个问题 我们的脑包病 直到我们死亡的那一刻 那感谢神 那什么时候能够像保罗说的 我这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 因为他常常是我犯罪 什么时候 等我们死了之后 把耶稣基督再来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所有人都要什么 复活 我们复活了要像谁 我们复活像耶稣一样 有那灵性的身体 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再受 这个肉体的情欲挟制 就不再犯罪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完美了 当我们完美之后 教会就完美了 天上的家就什么 就完美了 那当我们今天还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还不完美 我们常常会软弱 我们常常会退后 对不对 真的是常常会退后 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 哎呀 我今天不去教会了 哎呀这个信耶稣好像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觉得信耶稣好像 也挺痛苦的一件事情 信耶稣今天别人都得福 为什么我不得福 信耶稣为什么 我今天上庭都不过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很多的挣扎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这群天路客 我们需要有守卫 我们需要有同路人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今天再看这个诗篇 133篇 1到3节 你有没有发现 我刚才说过了 这一群来朝圣的人 看到弟兄和睦同居 这一些来到上帝面前的人 是真的一个家庭的同胞骨肉吗 不是的 这一些弟兄来自什么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支派 有不同的身份背景 这一些来朝见神的人 有主人 有奴隶 有欠债的 当然就有那个什么 就是债主啊 有有钱的人 有穷能 有单官的 有平民 所以有不同身份的人 但是这些不同身份的人 因为这一刻聚集在神面前的时候 他们不再有这样的区分 不再是 你是犹大自派的 我是立威之派的 我是那个 我是那个变雅敏之派的 他们不再有这个区分 他们不再区分说 我是你的主人 你是我的奴隶 亲爱的 我是债主 你是我的什么 你是那个欠债的人 他们不再有这个区分 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们成为 他们真正的 真的是变成什么 情同手足的弟兄姐妹 所以来到这里的人 他们是有一个合一的关系 所以因为来到这里的人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同路人 他们要来敬拜的是 第一位的神 所以这些以色列人 来到上帝面前的人 他们是同一个约的儿女 同有一位上帝 他们也受一个什么 同一个圣洁律法的管制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这些人呢 你说哎呀 我们又不是以色列 十二个自派 有同一位祖宗 他们是真的 有同一位祖先是谁 是亚伯拉罕 你说今天我们当中 有姓王的对不对 有姓成的 有姓李的 我们的祖宗都不一样 但是当我们今天 来到教会当中 我们受洗之后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希腊人 就是不管你是 哪一国的人 你是维奴的也好 你是自主的也好 我们今天都从 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什么 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这意思告诉我们 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 都从圣灵 重生 那我们今天 也成为一个什么 同有一位神 的百姓 我们今天 同有一位在天上的 阿爸父 我们今天都是他的儿女 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当中 成为一个身体 虽然 你跟我性格不一样 虽然你所做的事情 我不一定能够做 我能做的事情 你也不一定能够做 但是 当我们今天 成为一个身体的时候 所以你能够明白 这个意象吗 今天手能做的事情 脚不一定能够做 对吗 手跟脚也长得不一样 今天眼睛跟嘴巴 不一样 做的功能不一样 但是今天因为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 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 我们成为了一个什么 成为了一个身体 所以你跟我是合一的关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既然是合一的关系 那我们今天就要知道 我们追求的是一个什么 共同的目标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脾气 我们今天可以有不同的什么 思考问题的那个角度 你可以有你的意见 我也可以有我的意见 对很多事情来说 但是 我们不要忘记的 今天我们这一群人 一定要知道 我们有一个什么 共同的一个目标 我们共同的目标 就是要在这里得什么 永远的生命 所以今天这些 这些弟兄 他们去朝圣的时候 需要什么 得着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你跟我今天聚集在这里 也是要得这个什么 永远的生命 那我今天要提醒 在圣经里面 诗篇134篇告诉我们 真正的福就是这个什么 永远的生命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 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去听很多人的 见证分享的时候 对于很多人来说 什么是福 我们中国人很会讲福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连过年的时候 贴那个福都要贴什么 都要倒 要倒过来贴 因为告诉我们福到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 所求的那个福是什么福 多子多福 是不是 但是今天弟兄姐妹 如果一个家庭 真的有很多孩子 真的是福吗 我不是说有孩子 很多孩子不是福 我是让大家思想 我们说多子多福 但是今天多子 不一定是什么 多福 那我们今天说健康是福 那今天你说健康是福 当我们在台上 来分享的时候 感谢神上帝 让我真的是 这一生都很健康 我很有福 那我们坐在地上 我们坐在下面的弟兄姐妹 身体不健康呢 他如果有疾病呢 他是不是被做主的 没有福的 那我们今天还说 我们今天中国人是不是 我们今天有钱是不是福 没有人敢说 有钱不是福 有钱是福对吗 那贫穷就是做主吗 那今天这个世界上 有钱的人有多少 贫穷的人多 还是有钱的人多 贫穷的人更多是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今天来做见证的时候 我们常常见证的时候 我们讲到那个福气的时候 我们都想到 上帝祝福我的家 我的家今天有多少的产业 上帝祝福我的家 我家的人有多么的健康 上帝祝福我的家 今天我这个人能够病得医治 那那些病不得医治的人呢 所以你明白吗 圣经里面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很重要 他告诉我们今天真正的福 是什么福 今天真正的福 是那个永远的生命 因为这个永远的生命 保障我们将来到达哪里 去到那个更美的家乡 去到那座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城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这些人 是在奔跑的天路客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得永远的生命 进那个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城 所以今天你需要什么 这样的一个同路人 你需要去寻找这样的同路人 其实在哪里找 我们这里很多的人 都可以成为你的同路人 但是要小心了 为什么说要小心 因为坐在教会当中的 不一定都是同路人 好再来约翰福音 那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 那耶稣说 我的肉是可吃的 我的血是可喝的 所以你们要来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那当时很多人 因为神迹奇事 因为吃饼得饱 因为得上很多好处 因为要得好处的人 跟随耶稣的人 听到耶稣说这句话 这些人就离开耶稣了 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 他说那你们也要离开我吗 彼得说了一句话 他说主啊 在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追随谁呢 我们还归从谁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可能要很多的好处 但是耶稣说 我要给你的是什么 永远的生命 永生之道 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但是很多人不要 也不能够理解 所以他们就离开了 所以今天 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要找一个同路人 你要找那个 有共同目标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 也可以有很多的伙伴 也可以有好多的朋友 很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确实需要朋友 因为我们不能够 做一个孤岛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不能够缺少朋友 你更不能够缺少同路人 因为你的这些朋友 如果将来 你不能够带领他信主的话 他不能够与你 来同奔这条天路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 带领他信主 有一天可能是 他托你回到哪里 回到世界当中去 所以你明白吗 有朋友很好 非常好 但是你更是需要 有一批的什么 同路人 与你同奔天路 那最后我要讲的是 当我们今天 同奔天路的时候 我们这群天路客 需要什么 同下 在视频130上面 他提到了三次 留下 留下 当然我们中文翻译是 留到留到 这样子爱 好 那其实是 留下 留下 意思是告诉我们 今天 我们所有的福 乃是什么 从上头来的 是上帝所赐的 所以我们今天 在这个群体当中 我们共同领受的是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 这个福是 从上倾倒下来的 好 是今天 上帝什么 定义要给我们的 那我们刚刚再说一次 再提醒一次 这个福是什么 永远的生命 当然 有没有其他的福 还是有其他的福 但是最重要的 上帝提醒你 真正的福 是那个永远的生命 那今天 我们领受了很多的东西 在神的家中 那我们还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来分享什么 说领受的福 领领受的越多 你要给出去的越多 当你今天 觉得你的生命 比在座的很多人都好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你给出去 请你分享出去 那许多的人 因为你的生命 能够得着祝福 所以不是因为 你今天的生命 你觉得你的生命 你所知道的圣经 就是比许多人都好 你就不屑于来到教会 你就不屑于 其他的弟兄姐妹来交流 而是你成为 他们的小牧人 你成为他们的小组长 你来帮助他们 你来带领他们 那今天上帝给你 其他的祝福 上帝给你很多的资产 上帝给你什么 很多真的是 从别人不一样的 那些地方 你的恩赐 那么今天 你也要与别人通向 因为我昨天说过 当你越慷慨的时候 上帝对你越慷慨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你愿什么良气 良给人 上帝就愿什么良气 良给你 好 今天 这些个弟兄有需要 你明明能够去帮助他 可是你却这么的吝啬 不给他 那么上帝说 你既然这么吝啬 那我也对你吝啬一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记得 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同路人 我们作为这个天路客 在这个奔跑天路的 这个过程当中 看见你这身边的人的需要 你记得什么 与他们同享 你所领受的福 所以如果今天 我们能够做到 与一群 有共同目标的人 一同奔跑 我们方向一致 我们在这个奔跑的过程当中 有人疲乏 有人暖落 有人跌倒 我们能够及时的什么 伸出援助之手 我们能够及时去分享 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我相信所有 这些不幸的人 看到这个场面 会不会说 哇看到他们聚集在一起 何等的啥 何等的美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思想一下 我们真的是需要 来寻找这样的一群的人 我们真的是需要什么 告诉我们自己 今天不要停止聚会 因为你今天 唯有在教会当中 你在这个群体当中 才能够找到这些 共同目标的人 好 我们来祷告 神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我们谢谢你 因为虽然 曾经你为我们 预备了那美丽的 伊甸园 虽然我们 因为犯罪的缘故 主啊 离开了 那个美丽的地方 但是主啊 你没有放弃 主啊 那我们来到世界上 主啊 不断地 操练这个生命 使有一天 主我们能够 因着这世上的操练 主啊 懂得如何 越来越像耶稣 所以有一天 你告诉我们 主啊 当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 要把我们 接去 来到你自己 为我们所预备的 那个美丽的家乡 当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奔跑的时候 主啊 你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孤单的 就像你对 以利亚所说的 主啊 你为我们预备了那些 同行的人 主啊 那些愿意来示分你的人 主啊 当我们今天 有的人觉得孤单的时候 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 觉得软弱无助 没有人帮助的时候 主啊 求你灵敏 你更是让他们的眼睛能够打开 回到教会当中 回到我们的群体当中 来寻求帮助 主啊 因为我们这些人 都是能够成为 主啊 那个资源的人 主啊 因为我们这些人 能够成为那个同享的人 我们这些人 主啊 都能够成为 主啊 与他同奔天路的 那个同路人 所以主 今天求你来 帮助我们 主啊 提醒我们当中的 弟兄姐妹 主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是孤单的 不但是由你同行 我们更是有许多的 共同目标的人 与我们一同来奔跑 所以主 我们感谢你 主啊 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我们这个群体 那我们真的是 能够常常在这当中 操练那和睦的事情 使这些 我们周围 我们这个社区的人 主啊 看到我们 这样子聚集的场景的时候 能够发出这样的惊叹说 好 看到他们聚集在一起 是何等的上 何等的美 那他们能够羡慕 也因此 主啊 能够归入到 你自己的名下 主 我们 谢谢你 替我们的祷告 跟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Amen 好 我们首先 就行